Hello,大家好,我是陈轩 又到了我们每周两次的新闻回顾时间了 那在过去的这两天呢 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Facebook呢 开始禁止澳大利亚的用户去分享新闻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2月17号也就是周三的时候呢 Facebook发了一个声明 说针对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提出的一个法案 他们决定限制澳大利亚的用户和出版商 在Facebook上分享阅读澳大利亚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的内容 在2月18号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执行了 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各个方面呢就开始就Facebook的这个动作发表不同的意见 那整个要说这件事情呢 要从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法规说起 这个其实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澳大利亚呢有一个竞争与消费管理委员会 缩写叫ACCC 起草了一个法规的文件 ACCC在去年7月31号的时候呢 就发布了他们在第一轮投票通过的 这个法规的一个具体的细节 这个法规呢主要就是说 Facebook和Google这两家广告科技巨头呢 要为贴在他们平台的新闻内容 向相应的那些媒体公司付钱 因为呢他们靠这些内容赚了广告费 说白了呢就像YouTube在视频里面 如果插了广告 要分给YouTube的钱是一样的 那ACCC呢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法规 可以解决本地新闻出版商 和这两大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问题 帮助他们本地的新闻出版商 拿到比较公平的协议 这个法案里面呢有一些比如说 有独立的仲裁员去判定说双方提出的最终的报价 然后选择其中哪一方是更合理的 规定了说如果出现付款分歧的时候 这个仲裁的时间是什么样的 以及如果有一方不遵守的话 要支付相应的一些罚款等等的 那对于Google而言呢 这个规定不单单是针对Google News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西班牙有一个法案是 单单针对Google News的 就是说Google News如果你要转其他出版商的新闻的话 你要付钱 所以Google News呢就把西班牙的新闻媒体的新闻 直接就关掉了 那澳大利亚这次的这个法规呢 是针对Google搜索啊等等一切 就是用了显示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的内容 而又没有去付钱的这些业务 这个规定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点很有意思啊 它就是说Facebook和Google呢 必须要向这些新闻媒体的出版商提供一些信息 那他们提供的是什么信息呢 就是说Facebook和Google在自己的平台上 他可以通过观察用户和这些新闻内容之间的互动 获取一些和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他们呢就必须要把这些信息也提供给这个新闻媒体的出版商 这里面就包括比如说用户在每个文章上花了多少时间啊 在一段时间内看了多少文章啊 以及说他和哪个新闻内容之间的详细的一些互动等等 那这个呢是被外界解读为是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法规来打断一些平台的垄断地位 让这些新闻媒体的出版商也能够知道说 用户对于自己发布的内容的一些喜好程度啊 等等的一些数据 ACCC这个法规呢 目前就是针对Facebook和Google这两家大公司的 但是他也说之后呢 如果是出现同样类型的这种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 他们可能也会把这个法规同样的作用到那些大公司的身上 我们刚刚讲过 ACCC在去年7月31号的时候 发布了他们第一轮投票通过的这个法规的具体的细节 那Facebook在一个月之后 就是去年8月31号的时候就做出了回应 他就说呢 如果这个提案最终执行成为法律的话 那Facebook呢 就会禁止澳大利亚的出版商和澳大利亚的用户 在Facebook以及Instagram上去分享新闻 所以这周三呢他算是一个正式的表示 周四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开刀干了 Facebook在这周三所发布的声明中呢 就详细地列出了要出现的这些变化 一个呢是针对澳大利亚的出版商呢 他们不能够再去分享和发布任何的内容 但是其他的Facebook的服务他们还是可以用 对于国际上其他地区的出版商 他们还是可以照常的发布新闻内容 但是澳大利亚的用户看不了也没有办法转发这些新闻的内容 对于澳大利亚的用户呢 他们在Facebook上就没有办法看到或者是分享 来自澳大利亚或者是国际上的新闻内容 以及一些新闻页面的内容 对于国际上其他地区的用户呢 他还是可以去转发新闻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在Facebook上看到 澳大利亚的新闻出版商所发布的新闻内容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新闻出版商的一些新闻页面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说这个法规不单单是针对Facebook的 其实他也是针对Google的 Google在之前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是威胁说他要关闭澳大利亚的新闻内容 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和一些出版商谈判 希望能够付给他们一笔一次性的费用 从而呢继续在他自己的产品中显示 这些出版商所发布的新闻内容 对于这件事情呢Facebook就在他的声明中还回应说 他们跟Google是不一样的 那Google的搜索呢 他就是要显示这些新闻内容 但是那些出版商呢 他并不是说主动的提出说 可以在Google的搜索中显示自己的新闻内容 而对于Facebook而言呢 出版商是希望能够在Facebook上贴出来自己的新闻内容的 因为他在Facebook上发东西呢 会帮助他们增加自己的订阅量啊 增长自己的观众企业啊 或者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 而且呢Facebook在他的声明中呢 还特别说了一些数据 他就说他们从新闻内容上赚的钱是很少的 因为News Feed里面呢 只有不到4%的内容是新闻 然后呢他又说去年呢 他们给澳大利亚的出版商提供了 大概51亿个免费的推荐 这个呢如果算起来价值的话 应该要价值4.07亿澳元 不管怎么说呢Facebook的这个决定确实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那BBC的报道就指出说Facebook不单单是禁止了新闻媒体去发布内容 他把一些政府卫生部门的网站也block掉了 那这样呢就导致一些和Covid-19相关的信息呢 现在在Facebook上就看不到了 还有一个呢是前Facebook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负责人 叫Steven Schiller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觉得Facebook的这个举动真的是非常的ugly 很丑陋 他鼓励澳大利亚的民众呢删除Facebook来给Facebook一个强大的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于整个的这个事情呢外界的分析就认为说这个新的法规呢 其实是一个很清晰的例子就是法律法规可能会给未来的互联网的平台的运作带来一个很巨大的改变 而且显然呢澳大利亚现在出手做这件事情 其他的国家呢估计也在静观其变 要看看澳大利亚这次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了 喜欢这个频道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我是陈轩我们周末再见咯